温惜 你只要乖乖地 给里面的那人睡一晚 你母亲的医药费 就会着落了 我是温惜 沐家买来的佣人 也是沐家大小姐 沐淑宇的替身 这场骗局 只因为她不是处子 而我就像贵姑娘一样 只做了一晚上的公主 我会对你负责的 小姐 什么这么久 小姐 你答应我的 钱 温惜啊 要不是看在你跟我长得有气氛相似的话 你以为今天晚上的事情会轮到你吗 给我记住了 这件事情给我烂到肚子里 不然 我绝对不会放你 下次见到我把口罩戴上 下次见到我把口罩戴上 看见你这招就恶心 温惜 温惜 你只是个体身 这场梦 该醒了 真是便宜了温惜那个贱人 要不是我早就还能轮得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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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待 那我去洗个澡 昨晚好像没有这个吧 怎么会这样 把我的吊坠呢 昨晚的事兒給我查清楚 文心 你你不戴口罩就已經摸下的 文心我馬上戴 你是要氣死小姐 要不是今天路先生過來需要用人 我會把你跪下一天一夜 給你沾沾激情 還不快去幹活 我來是兇晦氣 路先生您請坐 我們先生和小姐馬上就到 溫馨 還不快給龜哥淨茶 好熟悉的味道 好 啊 對不起對不起 你都沒用的東西 又先生實在對不起 快快滚 站住 我有这么可怕吗 我有这么可怕吗 第一次见手就一直懂 第一次 为尊敬的客人服务有些紧张 合作完一样的樱花围 你们家有樱花吗 有在屋后 四少 您怎么来了 我今天来 是探和穆小姐订婚的事情 温馨 小姐找你 小姐 跪下 你今天又不戴口罩出现在穆家 这就是你的教训 一个下贱的雍然 也被长出跟我相似的脸 我告诉你 陆青涵是我的未婚夫 他明天就带着他的家人和穆夏见面 到时候你小心这点 如果要是让他知道昨天晚上的人是你 你和你的妈妈就去等死吧 亲海 这就是妹妹和堂弟吧 能不能成为一家人还不一定呢 这身妹妹是不是叫太早了 温馨 温馨 真的是你 哎 你咋还戴着口罩呢 哎 就是我一个学妹叫温馨 四哥 四嫂 和温馨长得这么像 而且又多住在这 该不会是姐妹吧 怎么可能啊 他就是我们家的一个优人 尤其是 攒了点钱拿着我的照片 去整形了吧 厨房快忙死了 赶紧去帮忙 试试 哎等等 沐小姐怕是对整容有什么误解了 我怎么看你自言 你记住 我让你跪着道歉 温馨 你这个废物 烫到陆小姐你单单得起吗 现在跪着 马上给陆小姐推头道歉 算了我没事 你烫的很严重 必须马上处理伤口 陆小姐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你冷了是不是 我让你跪着道歉 你冷了是不是 我让你跪着道歉 够了 沐小姐把逼这么咄咄逼人 你们可能不知道 这庸人向来不安分 赞紧个有钱人就想天赋 要不是我爸妈心善 早就会赶出去 沐小姐啊 书雨也是担心你 一时前级才十六分寸 你怎么办 你一个佣人连这点事情都做不好 实在不适合留在家里 温西 你去收拾一下 你丧预约的薪水 离开沐家吧 太太我知道是我的错 求你不要让我离开沐家 不行 如果失去工作的话 妈妈的病就 沐太太 温西她也不会 我们沐家连开除个佣人的权利都没有 無論如何 這件事情都是他的錯 是他讓主人和客人起的爭執 這樣的女佣 我們穆家可不敢要 太太太您您大人有道理 我真的不能沒有這份工作太太 夠了 太太太您您大人有道理 我真的不能沒有這份工作太太 夠了 既然婉芝不計較 這件事就算了 今天打擾了 我先從婉芝回去了 秦涵 放心 我說過會被你負責 就一定不會反悔 那你路上小心啊 婉芝妹妹 實在抱歉 第一次來穆家 竟發生這種事情 花瓣從來不怕不壞 你不會真的要娶那個狠毒的女人吧 她以後是你嫂子 對她尊重一點 穆家人這麼對你 你還留在這幹什麼 要當傭人哪裡都可以當 何必留在這受氣 秦思言 我在這裡很好 謝謝你今天聽我說話 我還有事情要忙 請上幾回吧 喜歡她 喜歡她 最近一直在追她呢 只不過 沒同意 太太小姐 我去幹活了 賤人一個個的都是賤人 什麼溫馨 你是不是覺得你那個死人爸救過我們吧 就騎到我的頭上了 你算個什麼東西啊 還好人家路上大度 不然 就算你去賣身 也賠不起我們穆家 溫馨 你給我記住了 你就是我們穆家養的一條狗 還有 還有 從現在開始 到清漢和淑宇結婚之前 你不要再出現在我們面前 雲西這麼喜歡勾引人 那就讓他勾引個夠 你的意思是 讓我們 最好再多拍點照片 最好再多拍點照片 行 這事啊 就交給媽來安排 那我去喝酒 提前慶祝啦 期待媽媽的好消息 啊 哥哥 我好想你啊 你是誰 你滾開 你滾開 再不滾 我喊人啊 你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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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了也沒有路 你以為找太陽來的 不要 再過啊 我沒有辦法 我好想你吧 属於酒印過美怎麼這麼嚴重 這可怎麼辦啊 不是你交的好女兒 你現在說有什麼用 還有一個小時訂閱婚宴就要開始了 對了 威西呢 現在壓到頂替一下 完成了訂閱婚宴再說 你去这三家户里 我不去 你别忘了你这天做过什么 小贱人 我做过又怎么样 你可别忘了 你们该死了吗 现在还躺在里面呢 你要是不听我的话 现在又听到他的腰疯 我在最后问你一遍 去还是不去 去 温西 我们沐家可对你不管 等这件事情结束了 你就安排给你母亲专家会诊 但是 这件事情必须烂在肚子里 如果泄漏出去让陆家人知道 是知道后果 好 我答应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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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粉头厚一点 我是温西 却只是木树里的提升 我知道这样美好的婚礼 不属于我 但我却想成为对面那个男人 真正的新娘 书云 嫁给我 有请新郎新娘交换订婚断件 我会让你成为世界上 最幸福的妻子 她这一身 她这娇如害怕的感觉 和那了一不一样 她这绕入害怕的感觉 和那了一无一样 那他一秒也好 树语你很紧张啊 我我先换衣服去了 怎么变了 为什么我只能是莫树语的影子 而其他如果这场婚礼 真的是属于我们的该有多好 妈妈当然 妈妈是谁吗 书语你背后的疤囊 书语你背后的疤囊 现在你也在啊 外面评课都在等你呢 我正好给书语补了张 你要下午再来评课给他 我先起这个书语 我正在书语 我已经在书语 你现在现在看起来 叫我 你不能说话 跟我说话 我就想起话 然后还可以来 你不要说话 你先把衣物换了 外面天黑了 我看上去回去 该你去换上 我现在应该是发现了 你帮粉温馨 用一条跟树一样的吧 绝对不能让他落笑 哈哈哈 嘿嘿嘿你那种抓到了 好的 闭嘴小贱人啊 夫人说了 小姐的病一时半会好不了 这段时间就只能让你 代替他来应付陆清函了 可绝对不能有所破绽 小姐还说 你这身贱皮子根本就不用打了 不然我把他翻过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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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今天进入快口不能迟到了 我快使得百香菠萨讲迟 书语 我我不是书语 走了走走走走 我不是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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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好 我是陆清函 接下来的半个学期呢 就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上金融课 孙老师 帮你个联系关系一下呗 孙老师 请问怎么的 有个女生啊 抱歉 我有未婚妻了 接下来咱们点名 陈童 好 到 孙浩 到 温惜 到 我怎么感觉陆清函 看你的眼神乖乖的 你们两个 不会有什么事吧 胡说什么呢 全程人都知道 他的未婚旗是什么书语 老师拜拜 好 拜拜 文汐同学 教课来我办公室一趟 陆老师 说吧 费尽心思接近我到底是什么目的 目的 你上次把茶水泼在我身上 又处心积虑地接近丝眼 现在又顶着一张和书语一样的脸 出现在我的课堂上 别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巧合 陆老师 我不管你信不信 我都没有故意要接近您 我说了不是莫小姐 是您自己认错人的 陆老师要是没有别的事情 我 我先走了 难道真是我后悔的了 给我一份温习的所有资料 我觉得那个香水特别好闻 特别好闻就这样 晚上一起吃饭 哦我和朋友在万和逛街 过不去 改天改天我请你 刚好我也在万和 你等着我过去找你 谁啊 快走快走快走快快走 你快跑吧 哎陆老师 陆老师你忙吗 这天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家就在这附近 你要不帮我送一下消息吧 小迪 陆老师挺忙的 我可以自己打车的 你打什么车啊 我还不知道你 这么什么都花钱 再说你要再磨蹭的话 回去晚了 孟家的忙人又该欺负你了 好了陆老师 你帮我送一下消息啊 拜拜 墨家人经常欺负你吗 没有 孟家对我很好的 温习 你好像很怕我 陆老师误会了 我只是个庸人 您是我家小姐的未婚夫 我对您 只有恭敬 上车吧 谢谢陆总 花仇 太太 我回来了 你怎么戒着 谁知你这么晚回来的 清涵啊 清涵 你来怎么也不说一声啊 说一 太太 太太 我回来的路上正好碰见了陆先生 陆先生是准备来看望先生和太太的 知道我是木家的庸人 就顺便送我回来了 就这样啊 雯汐 那你还不快给清涵到杯场 是 我这就去 我也是看雯汐这么晚间回来 只是担心才是她的庸人 木太太可真是心善啊 连个女佣都这么欢心 那是啊 除了雯汐只是个庸人 但毕竟我就看着她长大的 况且啊 她和我们家书与年龄相仿 屈吕啊 可一直把她当她妹妹在照顾着呢 希望是这样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谢谢 喂 喂 小蝶 你在哪儿啊 二零二零起 小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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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 好 伏侯 温西 是你干的吗 不是我 我告诉你 要杀牧树你知道我找不了你 要杀牧树你知道我找不了你 何书云 要杀牧树你知道我找不了你 何书云 一样的伤害 这个女人可真是好手的 温西你昨天晚上要跑马去了 你现在可是顶着大小姐的身份 要是弄出什么幺蛾子被入先生发现 我看夫人会搬了你的皮 今天 我叫她邀请大小姐去用餐 现在赶紧就准备一下 有点儿 你都想要 夫人 温西昨晚又一夜未归 不知道又和哪个野男人 过婚到现在 幽然生现在女儿就是下贱 跟他那下贱的妈一样 我只脸痴 只想爬上男人的床 我一想到这个贱人 要给陆清涵去陆家 我就恨不得杀了他 对了 赵管家 你去跟医院里说一声 不要给姜婉爷用那么好的药 只要死不了就行 每天都用进口药 太浪费钱了 明白 陆书宇 谁让你来这的 你给我出去 婉芝 道歉 我才不道歉呢 明明是她的错 凭什么让我道歉啊 没事 亲爱的哥哥被我抢了 他生气也是应当的 其实婉芝他本性不坏 就是从小被惯坏了 你别往心里去 只是我这个样子 等一下见到爷爷 不会不太好啊 跟我来 先把这件衣服换上 陆清涵的房间 怎么会有裙子 或许是墨书女留在 是墨眠坡的 我后来 是墨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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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要来 也就像女儿 这就像我 那是墨坏的 我再来 是墨坏的 书语 你穿这条裙子真的很好看 真 真的好看吗 好看 走吧 一亚在外面等我 秦涵 如果我真的是莫书语该多好 这里是医院 你怕把伙似找了 这样多刺激啊 等一下 先把药治了 怀了我的孩子有什么不好 你带着我们的孩子进入了陆家 那以后陆家的财产都是我 文西 这个学期框课六节 这一门课的学分别想要了 陆老师我保证 我以后一定要是上课 陆老师 陆老师 我让你出去听不到吗 陆老师我真的不能扣学分 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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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着我名字的人 是你吧 你仗着自己和书彧有几次相似 就刻意模仿我的未婚记忆 你只不过是一个女佣 别忘了自己身份配不配 你即使在刻意地模仿书彧 你也不会是她 甚至连一根头发丝都比不上 看见了吧 我碰着你我都觉得恶心 出去 我让你出去你听到了吗 我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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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查一下一个叫温惜的女人 太太您放心 温惜的资料 我是花了大价钱改的 绝对没有一点问题 小姐的照片我也找人压了下来 真是太不像话了 这些照片一代半媒体曝光 别说书语的名誉完了 就连同我们沐家的名誉 一起跟着玩弹 太太你不用担心 小姐她也知道错了 再说 就算小姐的照片爆了出来 谁又知道是咱们小姐的 我们把所有的事情 都推在温惜那个死丫头身上 不错 这明明就是温惜那个小贱人 跟他那个小贱的妈一样 张管家 辛苦你了 放心吧 这是不会亏待你 应该的 夫人 温惜是沐家的女友 母亲叫江网哥 父亲叫温聪柔 还有个哥哥叫温明晨 他的父母也都是在沐家工作的 温惜从小手脚就不干净 偷其沐家东西 但是沐家念疾情分 都没有追究 他在学校也不安分 初中时期跟不良少年混在一起 高中堕胎 私生活极其混乱 而且为人极其虚荣 母亲重命也是依靠沐家的帮助 住院费 医药费 都是沐家给的 好 你先出去吧 绝不可能是救我的那个善良 徐医生怎么样了 你和你母亲身脏匹配不成功 好 我知道了 是谁给你的胆子敢不接陆星函电话的 你最好过来给我扮演好你的角色 要是毁了树语的婚礼 你母亲别想好过 现在 立刻去跟我见陆星函 这件事就这么办了 这件事情就这么办吧 嗯 好 糟糕 忘记化妆了 陆总 你这一天 这是我的名片 啊 我知道陆总 还记不记得我 我知道陆总 记不记得我 记不记得我 我知道陆总 陆清海 当你好家破人亡 逼我老公跳楼自杀 我杀了你 温西 温西 你先请温西 被撤 去医院 他为什么把我当中 他不要命了 他一定有他的问题 温西 你欲擒故纵 这招玩得好 我不需要你救 我陆清涵 也不需要你一个女人 挡在我面前 你想多了 我在路上遇见阿嬷阿狗 都会帮一下的 不敢看就别看 给他办住院手续 伤养好了才能出院 我这伤口不严重的 我会让人安排好 让你住你就住着 陆清涵 你明明是木书宇的未婚夫 我为什么还是这么喜欢你 在我跟木书宇换回身份之前 我想要不留遗憾的跟你分开 书宇 这次我要出车好几天 等我回来给你一个惊喜 那天我逛街的时候 给你买了条理袋 你更喜欢的 很好看 我喜欢 请 你喜欢我吗 喜欢现在的我吗 你说呢 你是我的未婚妻 怎么能不喜欢呢 你这个 身子有点长 我给你弄短一点 这样好吗 看起来这个吊珠很贵重 放在衣服里面刚刚好 书宇 有没有觉得 你们家那个叫温惜的女佣 跟你长得很相似啊 书宇 有没有觉得 你们家那个叫温惜的女佣 跟你长得很相似啊 没有啊 你不是很清楚我们谁是谁吗 行 马上要登机了 路上小心 你坐顺利 我等你回来 好 陆清涵 等你回来 你喜欢的木书宇也会回来 很抱歉 以这样的方式欺骗你 再回来 再回来 温惜也会如你所愿 消失在你眼前 爸 最近发生了很多事 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还是救不了妈妈 我和你和你和哥哥还活着 你会怎么做 可怜的温从人啊死得蹊跷 天下当中啊是先谁要去的 比较危险 不然变成了温从人就看那个儿子 可怜晚宴啊 年纪轻轻的 丈夫和儿子都死了 以后在下人也不惜 你怎么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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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东西 竟敢这样跟我说话 小西 你小姐说话客气一点 别忘了自己什么身份 陆太太的位置是我的 你只不过是一个替代品罢了 不要痴心妄想 陆清涵会喜欢你这种模式 你妈的病 只要我的一句话 她就得滚出这里 小姐 您身子还没好 不适合出来走动 你说的也是啊 这里真脏 我吸了一口空气 会不会染病啊 妈 沐淑宇有没有对你做什么 小姐是特地来看我的 你怎么用这种语气 跟人家说话呢 我们在沐家这么久 她可是小姐呀 沐家在照顾我们 妈 我们也是人呢 你 就算她是沐家的小姐 又怎样 她平时怎么带我们的 你不清楚吗 欧和平是怎么苛代我们的 你也知道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护着沐淑宇啊 欧和平是怎么苛代我们的 你也知道 你怎么 你怎么这么护着沐淑宇啊 小西 没有沐家的一方砖瓦 我母女俩怎么生活呀 你要上学 以后还要嫁人 我这个身子一直在生病 我不能拖累你 我可能随时有一天就走了 妈 妈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帮你找到肾源的 女儿一定 女儿一定想办法 帮你做换身手术 傻孩子 那得花多少钱啊 我们哪有那个钱啊 妈妈 是妈妈拖累你了 本来 你不用跟着我受这个委屈的 妈 妈 清涵这次回国 我的过敏就好了 但是 温惜这个小贱人 跟清涵在一起半个多月了 肯定有过身体接触 万一陆清涵睡了他 还怀孕了 以后他肯定会拿这个要挟我们的 怎么办呀妈 如果温惜留了沐清涵的肘 一定会踩着我们沐家往上爬 凭枕 放心啊 这件事交给妈妈来解决 咳 怎么回事 你给我说清楚 这位小姐已经怀孕 而且 已经有八周的时间了 八周 怎么可能是八周 这位小姐已经怀孕 这是三个真正三个 对不起 悄尽 不是有个适当的 给人回来 就不用跟你说 我走上了 给你 就昨天还没港 暴Scue 啦 saturated 好 然后你 你是陳先生來問他 我不是我心眼把你帶回來檢查 都不知道你敢背著我們偷偷懷孕 是想生下你跟陸欣函的腫 然後威脅我們潘高針是吧 做夢 把他都綁在手術台上 打掉這個小野種 啊 個賤人還在跑 師父去南疆別墅 好 啊 太太 她去了南疆別墅 絕不能讓她去找陸清涵 要是讓陸清涵知道 沐家替嫁的事情 還有溫馳懷孕了 那沐家可就完了 雯汐 我知道你一直在尋找 能夠跟你母親匹配的甚遠 我可以幫你 只要你答應我打掉孩子 保守著這個秘密 我保證你母親一周後 可以進行換身手術 掉頭回去 我要你立下字句和視頻 確保一周內能找到剩餘 安排我們聽手術 可以 醫生 不需要給她打麻藥 今天她那麼捨不得骨肉分離 就讓她們多待幾秒吧 讓她感受一下 骨肉分離的痛苦 醫生 不需要給她打麻藥 今天她那麼捨不得骨肉分離 今天她那麼捨不得骨肉分離 就讓她們多待幾秒吧 讓她感受一下 骨肉分離的痛苦 這種痛痛一般人跟著受不了 你不要開玩笑 我哪也想跟你開玩笑 自己丟欠了 錢也給過了 我讓你怎麼做就怎麼做 我承認你太陽 你不贏不贏 你的傷 心兒 我生來 逞強 愛是一把牆 親手交給你 上 了湯 我都已善良 視錯手秒鐘 我 心臟 你不贏 這個 你今天啊 去把那個家門口的書修剪一下 好的管家 我承那她在哪 那個小賤人 夫人的名字 也是你可以植候的嘛 快說 這在橫棟酒店 今天鹿先生回國 在那給小姐準備生日宴 先生和夫人 還有小姐都在 汓尔又喪我 爹嫂 挂我 你让你的孩子 我寻找他 你给你的孩子 给她转院也是为了后续更好的治疗 紧张什么 我母亲现在在哪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会好好对你眼睛的 否则你要是不听话的话 我会全部包袱在江湾夜市上 你怎么做 这强道有什么区别 当然有区别了 区别就是 我可以为你母亲安排做换算手术 温熙 你是个聪明人 你知道我想要什么 远离路清寒 不要再跟她有任何牵扯 否则 我会全部包袱在江湾夜市上 不要碰我妈 碰不碰你妈 看你表现 对了 这件事情你叔叔并不知道 懂了吗 明白就好 这里不是你这种卑贱能该来的地方 来人啊 把这个女人给我丢出去 好 好 但是 我得再来 好 小心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不是说要给墨树已经洗了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 可是我好难过 我感觉我要喘不过气了 陆清涵 这是梦吗 陆清涵 我是在做梦吗 回南江别墅 是 沐小姐 我说回南江别墅 高超四人一度 我给他输了一夜 你不是要去墨树宇的生日宴会吗 怎么会来这儿啊 还带回了 既然没事了 那你就可以走了 我请 你要去哪儿 温西 欲擒故纵这种小伎俩真是太低级了 我让你滚的时候你不管 偏偏要这个时候出现在我面前 然后再用这种小伎俩来迷惑我 好 我满足你 我知道你讨厌我 我知道你不想看见我 陆先生请放心 我以后不会再出现在你面前 更不会像你所说的那样 我只廉恥地勾引你 我只是 我只是 我只是一个 身份卑微下奸的女佣罢了 不会再奢望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让我走吧 好 我只是 我只是一个 身份卑微下奸的女佣罢了 不会再奢望了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让我走吧 好 想滚是吧 你说的对 一个身份低下的女人 还真把自己当什么东西了 真让人倒闭 要过明天再滚 怎么样 温馨 我没有骗你吧 今天 我已经让你见到母亲了 还希望你说到做到 你想让我做什么 妈 她不是喜欢钓男人吗 让她去 红岸山娱乐城 端盘倒酒 听到了吧 放心 只要你乖乖听话 我保证你们行 我保证你们行 哎小心 谢谢你啊小姑娘 不好意思 前一天刚做完演技 所以呢 这两条视力呢 没有恢复 我先送您回病房吧 你一个人在外面 也不安全 谢谢 陆夫人 我先走了 陆夫人 陆夫人 我先走了 我送你 温馨 你不是说不会出现在我身边吗 啊 这是意外 我来医院里拿药 偶然遇见了陆夫人 偶然 我第一次去木家 你撒我一身咖啡 这是偶然 在校庆上 你给我下药 你爬上我的床 这也是偶然 一年没去上课 然后我出现之后 你就匆匆赶来上课 这是偶然 还有 我去参加书语的生日宴 你倒在我车前 这是偶然 而现在 你出现在我母亲的病房里 这也是偶然 我不管你信不信 这真的是意外 温馨 我承认 你救了我 你帮我挡了刀 我的确要感谢你 但是我告诉你 你千不该万不开 不该把主意打在我母亲的身上 你决定就好 温馨 如果你再把主意打在我母亲身上 我告诉你 我一定会让你在北城消失 放心吧 卢先生 不会再有下次了 滚 滚下我的车 皮子不错 以后就去负责六七楼的酒水吧 底薪加提成百分之二 半天班 啊 怎么 以为我们这里是做皮肉生意的 你要试想 到底是可以找我 可以有门路 去二零二工作间找安姐 领工作服 谢谢许姐 这姑娘 是和沐家里的前进中 实诚的相思 又少那一位看到 倒也是有趣 本来啊 咱们喝半天了 书 哎 先生请自住 装什么装啊 在这儿 哪个不是出来卖的装什么冄结店 长这么漂亮跟着成哥呀 干吗 打听打听我 称松连 我他妈看上了女人就没有得不到 懂吗 再说吧 長那麼好看說這罪 跟著你成功了保證你吃香脫蕾 能 啊 丘 臭臭 臭臭臭臭臭臭 紅岸山的服務生是越來越不懂規矩 啊 啊 原來你在這啊 哎 折騰這麼久了 還真帶勁啊 今天晚上 你可得好好服受啊 誰啊 小的 沒人告訴你 只要老子在的地方 就沒別人說八個份 他 是 還有 they 要是 不幹了 Aside 幫你 嗯 老大 干什么 欲擒故障的大血管都离你都有尝试的 像你这么较劲的女人 我可没有太多的耐心 你算的没错 我对你是有几分兴趣 聪明的女人 懂得如何利用男人的心 去来得到更多的东西 但是我要告诉你 小心聪明法被聪明误 我和您是有几年之缘 那真的是偶然 我知道你可能不相信 但我没有处心积虑的去接近你 我有自知之明 今天晚上你帮了我 我一定会报答你 你拿什么报答 是啊 他有钱有事 我只是为了生活奔波的一个 普通人 我拿什么回报他 像你这样的女人我见了太多了 太贪慕虚弱 心思深沉的女人 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温惜 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劝你不要得寸进尺 我要你送我回家 陆先生 你要去哪里 湖南江别墅 陆先生 我送你去医院吧 不用 湖南江别墅 你现在必须去医院 听我的 陆先生 你醒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记得我昨天晚上说回南江别墅 陆先生 你醒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记得我昨天晚上说回南江别墅 你得了急性未严 如果不来医院的话 是会出事的 昨天你帮了我 我也帮了你 我们两个扯平了 陆先生 我之前怎么没觉得 你嘴巴牙尖嘴利的 现在知道了陆先生 我要去工作了 迟到的话是会扣全钱的 在那样的地方工作 你很光荣啊 哪种地方 我堂堂正正赚钱 我觉得挺光荣的 陆大少 不是每个人起点都像你这么高的 我只是一个需要赚钱 养活自己的普通人 姐 你怎么了 怎么进医院了 徐医生 温西你也在这 这么晚了我送你回家吧 好走 那个男人是谁啊 不会是 温西的男朋友吧 温西 我不要害羞 陆青海 你疯了吗你 疯了 那个男人是谁 温西 你别忘了你自己的身份 我是什么身份 我自己清楚 陆先生是什么身份 你自己知道吗 温西 我不允许你和徐卓然在一起 没有女朋友 没有妻子 我为什么不能跟他在一起 陆清涵 你是不是管得为的太多了 我和徐医生在一起 关你什么事 我们是两情相悦 文汐 是这个电话号码对吧 你要干什么 你说徐卓然 如果看到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他会怎么想 不要见 徐医生 不要见 不用接电话 温馨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情吗 温馨 陆清 为什么 为什么连我最后一遍从前 都要见他感情 想让我挂断吗 温馨 你怎么不说话呀 温馨 也许来来回回都几个眼圈 也许走走停停还已留在原点 那个徐医医生有这样碰过你吗 他不想你 他不会这么做 一点都学不乖 我怎么 怎么会对这样的人产生进去 我也不想我 你算了 我有什么国家 你怎么还会换 这些新战 不需要 我爸 我请你 这种廉价伙怎么配跟几万块钱的领带放在一起 陈管家 谁动我的衣帽间了 沐小姐跟先生买了几件衣服 见我那条墨绿色的领带了吗 没有 你最喜欢那条应该没人敢动 行 那你去问一下其他用人吧 是 清涵 昨天我给你买了一件衬衣 你试试 书云 你见我那条墨绿色的领带了吗 墨绿色 清涵衣柜里怎么会有这种几千块钱的垃圾啊 没有啊 那条领带怎么了 你没有动吗 清涵到底怎么了 啊 没事 不就是一个便宜货 陆清涵怎么这么赞 少爷查到了 佣人说沐小姐下那条领带特利亚价就给扔了 脸价 我给你买了条领带 你会写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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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冨冨家 你说 人会变吗 向迅我怀孕了 这个孩子是你的 要是让陆清涵知道了 我就完蛋了 就这点事啊 你跟陆清涵又不是没睡过 你只要告诉陆清涵 你怀了他的孩子 他还能不认吗 放心有我呢 陆小姐您看是这一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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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состо吗 陆小姐 knowledge estab农rous 你的份儿甚至我们 Ruth 你现在吗 真现在还是你 那就做啊 talked too much 不同啊 舒远 舒远 恭喜陆先生 莫小姐回应了 莫小姐身体虚弱需要静养 我给她拍几天药 她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好 那你先出去吧 好了 秦涵 那条领带是我丢掉的 我给你买了一条新的 我想让你戴那条新的 我不知道你那么喜欢那条绿色的 好 自己给我买的领带 自己的错头是 嗯 温惜这个小剑 还瞒了我什么 奇怪 爸和哥的血型都是A型 而我是B型 温惜大小姐怀孕了 如果住假日过来要看她 你赶紧过去帮忙 怀孕了 这怎么可能啊 就好 我 你女人 我是一个人 都好 我也喜欢 有一个孩子 我還心寒的孩子 行了 禮拜起來 小姐你找我 把溫馨寒出來 你去幫我辦件事情 溫馨 敢搶陸清函 我也要讓你付出代價 好你個溫馨 比我偷懶是吧 你現在去樓上 把所有的房間都給我打掃一遍 陸總 你之前讓我去查關於你在十幾酒店被嚇耀的事情有些奇巧 我們在監控視頻裡面查到蛛絲馬跡 不過監控視頻裡面的沐小姐好像並不是去找生朋友 沐小姐說當時去幫朋友過生日 但是我查到當天並沒有人在十幾酒店過生日 禮拜 經常召喚 沒關係 對 來 這東西還瘦了嗎這是木槳 哎清牌呢 哎剛剛還在這呢 不知道去哪了 我去找找他啊 beiden 他們要不要 importa 會不會 要下 nos 我們喜歡 有一位 這個是 我真的 trzeba ico 誘生 怎麼 還沒 等再說 我們要和一個喜帖 我們要和一個喜帖 我是一位宗友 他覺得他覺得他就沒那麼多 我找到他 我那就是 你要去找他 婚礼是大事 需要我们两家商议后 再选日子 那是 我们陆家的婚礼 当然要办得隆重一点 仔细妥当一些 书宇 你不要着急 迟早的事 你先好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说的是 只有草率了 可是 戒指今天早上我还戴着的 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 秦涵 对不起 书宇 你现在可怀着孕呢 不要太激动了 今天上午 是谁打扫小姐的房间 是温西 你今天上午 是温西打扫的小姐房间 我要看到他活动实实的 请小阳台出来 温西 你好大的胆子 连小姐的订婚戒指 你也敢套 我没有 我打扫完楼上 正好碰见了陆先生在打电话 然后陆先生 走了之后 我就去收拾阳台了 张管家如果怀疑我 大可以去搜小阳台 我刚才在阳台打电话 确实碰到了他 温西 我跟你从小就认识 拿你当亲妹妹对待 如果你拿了就还给我 保证不追究的 我没拿 温西 你还敢狡辩 你平时里偷东西 我不与你计较 但是这枚戒指是清涵和书宇的订婚戒指极其贵重 怎么还把心事冻到这上面来了 说不定啊是有人自导自演呐 晚知 书宇 你再好好想想 是不是忘记放在什么地方 我看这个小姑娘 他也不像不是偷东西的人 没有我都找遍了 既然这样报警吧 温西 你以为搬出警察你就能自认清白了 东西是才丢的 那就搜身 而且你们的住处都要搜一下 搜 今天这件事情我必须查清楚 证据确凿 确实我在温西包里找到的 小姐的订婚戒指 就在他随身包里的暗藏里 我不知道戒指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包里 但是我确定我没有拿 我看张管家比我清楚 栽赃陷害我 冤枉我盗窃钻戒 我还说你张管家 故意栽赃陷害我 你 你偷了小姐的钻戒 竟然还敢往我身上泡藏水 说的没错 温西 你说张管家陷害你 你家有监控吗 有 既然有监控 想要知道盗窃钻戒的人是谁 一看便知 大家都是家里做事的老人了 闹大了也不好看 这次就算了吧 既然戒指都已经找到了 温西 这次就算了 下次注意吧 无头 aik 对 为何 比方不能EL 每一位 足夠少就行 那好吧 怎麼了 徐醫生 你參加的是什麼演會啊 抱歉 我忘記跟你說了 我父親曾經給陸老先生做過心臟手術 陸老先生心裡感激 所以每年受臣都會叫我父親 陸老先生 嗯 我有點不舒服 我先走了 小徐 這是你女朋友嗎 怎麼也不給阿姨介紹介紹 陸阿姨 這是溫馨 清涵舒語 快幫我招待一下小徐和他女朋友 女朋友 你怎麼在這裡 我和小溪是替我父母向陸老先生措授呢 溫馨啊 抱歉啊差點沒認出來 主要是我不太敢相信我們家的庸人 居然是徐醫生的女朋友 小徐是我們陸家的貴客 他女朋友自然也是 不過舒語的 你跟小徐女朋友長的可真像啊 我都有時候分不清楚你們倆誰是誰了 今晚麻煩你了 不麻煩徐醫生 你不用跟我這麼客氣了 以後叫我 卓然就行 小溪 我可以叫你小溪嗎 當然可以了 嗯 小溪 我喜歡你 你願不願意做我女朋友 徐醫生 我連大學都沒有畢業 現在還沒有一份像樣的工作 我配不上你 小溪 我是真的喜歡你 你可不可以不要急著拒絕我呀 我們可以試著交往一段時間 如果到時候 感覺還是不行的話 我們再分開 可以嗎 啊對了 那你明天去看阿姨 阿姨嗎 去 那我等你 淑宇 還記得兩個月前 咱倆在四季酒店相遇的嗎 哦 記得呀 怎麼了 我沒記錯的話 你應該是給一個男人慶生對吧 幾號房間來著 嗯 我沒記錯的話 你應該是 給一個男人慶生對吧 幾號房間來著 啊 那個是我一個閨蜜的弟弟過生日 我去給他慶生了 嗯 幾號房間的話 記不清了 給一個男人慶生 啊 書宇 我可是要吃醋的 哎呀 我怎麼可能會單獨給一個男生慶生呢 還有很多朋友呢 是嗎 好吧 那你早點回去休息吧 明天姑姑要帶你去醫院檢查呢 明天 這麼突然 上周我媽剛帶我去檢查完 現在月份還小 不用經常去的 你幫我跟姑姑說一聲啊 好 那明天就麻煩姑姑了 好 怎麼辦呀 孩子的月份不對 要是被陸家發現了 我們倆都得完蛋 放心 你安心娶神姐我會安排好 莫小姐 秦夫人今天有事派我來進 走吧 就麻煩你了 媽 你最近覺得怎麼樣 媽挺好的 西西啊 你不用擔心我 他們不會把握怎麼樣的 倒是你 你在家裡啊 不要跟夫人小姐頂嘴 脾氣不要太倔強 要學會低頭 我知道了媽 媽 你是什麼血型啊 我不記得了 我這個年紀吧 容易忘事 好奇怪啊 之前給你做配型 血型都配不上 行了 我累了 你早點回去吧 好 現在嗎 巫陽 温馨 徐玉生 你们怎么也在这 两位 既然遇到了 不如就一起吧 谢谢陆总好意 我们就不打扰陆先生和沐小姐了 昨天才和温小姐一起参加完晚宴 今天就一起约会 两位感情 当真是好啊 陆总尖笑了 小夕也是刚刚答应做我女朋友的 徐医生 我们换一家吧 清涵 我们走 着急走做什么呀 我经常听老爷子提起徐医生 说徐医生医术过人 今天难得一见 想向徐医生请教一儿 就不如 你和你的女朋友 就一起来吧 那就 确实不公了 请吧 我去打个电话 温馨 你不是说永远离开我的视线 滚得远远的吗 陆先生请自重 自重 自重 你勾引我的时候怎么不这么说 是谁给我下的药迫不及待想爬上我的床 几次三番地勾引我 像你这样贪慕虚荣的女人我见多了 分析 欲擒故纵的把戏玩多了也就没意思了 那个男人能满足你什么 他不过是一个普通医生 跟你是什么关系 床半 关你什么事 说 你们两个人什么时候好的 他是我男朋友 那是我和他之间的事情 陆星函 这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 分析 我的耐心是有限的 徐医生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谢谢你送回家 叔叔好 请小夕说 你是婉宴的主治医生 是 将阿姨住院这几个月都是我治疗的 以后啊 还有多麻烦许医生帮我照顾婉宴 放心吧叔叔 我会照顾好阿姨的 我就知道 他的心里一直都忘不掉将婉宴 将婉宴 心里你却已经红骨酸 那你就等着我的抱负 我和你的女人都比起老过 喂 把姜婉宴的治疗仪都给我拔掉 给他吃点药就行了 像他这个贱人 吊着不死就是他的福气了 张管家 你什么时候念那个池子来 把温熙静尔给他认识一下 我觉得 他不两个人挺可事的 好的夫人 您好 我这就去安排 换上这身衣服跟我走 我不穿 你要做什么 去了你就知道了 快点 想让夫人过来请你吗 你就是温惜吧 你是 我叫孙茂荣 是张维华张管家的侄子 他介绍我来相亲的 相亲 我有男朋友不需要相亲 而且 你是刚从橘子里放出来吧 是因为抢劫判了半年多 你真是不知好歹啊 我绳子可是说了 你要是走了 你母亲的药可就断了 让你母亲等死吧 你 你看我们今天也算是认识了 是不是可以把这个 婚期给先定下来 抱歉 今天是一场误会 而且张管家 你没告诉我来这里是要跟你相亲的 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先走 哎 不知好歹的贱人 早晚我会让你乖乖的躺在我的床上 沈子 那个叫温惜的好像不太喜欢我 不太愿意跟我在一起 这个包厂可是点名要有 路四少年 好 路四少年来了呀 他总在隔壁等你呢 喂师先生还有酒到酒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看我干什么 你自己走路走不稳 还差点踩到我 现在又把酒撒到康远身上 见不见呀 我看你就是故意想要供应康少吧 我没有 你下见的适应生 竟然供应我男人 住手 你们在干什么 路先生这个适应生勾引康少爷 被他女朋友逮个正着 现在正让他道歉呢 路四哥 你都不知道这个女人有多下见 竟然故意忘我男朋友华里扑 我还在这里呢 我要是不在这里 估计两个人都能亲惹上 我没有 竟敢狡辩 够了 你 开车送我回家 我 怕我 你刚才狗隐康远的时候可不是这副样子 就是这么下见吗 随便一个男的都可以吗 还是说徐卓然满足不了你 我告诉你 像你这样的女人 根本不配有人爱 小姐 我喜欢你 不行啊 你干什么 和徐卓然分手 你以为你是谁啊 徐卓然是我男朋友 我凭什么跟他分手 你凭什么感受我的生活 凭什么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要是徐卓然看到你趴在我身下的样子 他还会喜欢你吗 放开 你平时不是喜欢高音我吗 和徐卓然 我今天就满足你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 和徐卓然分手 不然 我会让你后悔 好 卓然 对不起 那个小女孩真的会是雯汐吗 不 怎么会是她 也不可能是她 徐医生呢 徐医生的手术出事了 据说那个病人家属来了一不小 已经到法院去了 法院 陆清涵 你有什么不满意冲着我来 我要是不小心惹你不愉快 我向你道歉 你能不能放过徐医生 他是个好人 他不该施下诉讼官司 也不该被医院开除 徐卓然 你来找我 就是因为徐卓然 我之前得罪了你 我向你道歉 你能不能放过他 他配吗 他徐卓然算一个什么东西 让一个女人来求情 他是我男朋友 我替他求情 天经地义 温馨 这就是你求人的态度 你想让我怎么做 还要我教你吗 衣服脱了 我照做 希望你说话算话 看你明镜 够了 看你这副样子真下贱 世界上怎么会有你这么恶心的女人 是 我就是下贱 我就是恶心 我就是虚荣的想爬上陆总的床 我不惜陆总高贵 也不惜陆总 在背后用那盲脏的手段 温馨 我说过 和那个男人分手 我或许会考虑一下 你说徐卓然要是看到我要你的视频 他会喜欢你吗 你真是无耻 你放过他 我会跟他分手 复馨 你为了一个男人能走到这种地步 可真是好样的 跌跌撞撞了撞 像你的灰墙 趁我还没有后悔之前 滚出去 有多远多远多远 徐卓然的事情 查一下怎么了 处理一下 陆总 你怎么不告诉梅小姐 徐医生的事情你并不知道 不重要 温馨 今天电影好看吗 嗯 你怎么了 徐医生 我们分手吧 温馨 你在跟我开玩笑吗 徐卓然 我仔细考虑过了 我不喜欢你 你是不是嫌弃我现在没有工作呢 你是不是嫌弃我现在没有工作呢 所以我们分手吧 所以我们分手吧 我就是这样的人 我就是这样嫌偏爱妇的人 芸汐 我不信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 你可以跟我说呀 我们一起面对呀 徐医生 我谢谢你之前照顾过我的妈妈 但是 但是以后我们不要见面了 你还是舍不得她 你还是舍不得她 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希望陆先生 什么再说 我还是自己走吧 要是让太太和小姐 看见你送我回来不太好 也免得小姐误会你 哎 你怎么来了 ville 厉害 你怎么来了 你就住在这里 是啊 那个 是你自己编制的吗 啊 你说那个 那个是我外婆编的 是我外婆编的 啊 是你自己编制的吗 不是我怎么会 你以前有没有去过青云县 以前是多久啊 十年前 当时青云县发生了一场地震 很大的一场地震 整个青云县都被埋了 死了很多的人 很多家庭都散了 天灾 很可怕 你那天是不是在 我外婆家住在青云镇 我小时候都是在那边 后来那里地震了 我就回到了北城 真的是个气氛 可是 他又怎么会变成现在这点子 虚弱贪婪 六月十七号那天晚上你在哪里 我那天 在医院 我陪我妈妈治病 是吗 是啊 徐医生是我妈妈的主治医生 那些天 我们天天在一起 当时通知 我 ich只玩 好 刚才跑到我 我 没有 温西 医院传来的消息 说你母亲最近身体情况之 这怎么可能呢 我一助前去看她的时候 她还好好的呢 是你 是不是你动的手脚 温西 这位你的说话太多 是我花了钱 给你母亲换的事 而且 还特意煮书专家 被她好好治疗 是她自己不争气 出现了排一反应 怎么还归到我身上 就是温西 你不懂得感恩就算了 你还想诬陷夫人 我要去见我的母亲 现在 之前张广江 给你介绍的那个小孙 我觉得挺不错的 这样吧 你们去约会 去定个关系 好好相处一下 你母亲现在这个身体状况 你早日结婚 对她来说也算是有个交代 我觉得呢 欧和 这才是你的目的 温西 你怎么说话的 虽然好心好意为你介绍男朋友 你竟然还不领情 你可别忘了 你母亲可是忽然出自去救治的 我好心当成驴肝肺成了白眼狼 知道了 我夫人 这样不就好了吗 你跟小春好好相处 然后明天我就安派你去见你们一次 温西 上次没有机会跟你好好聊会 今天啊 总算有机会了 我 晚上一定会订KTV最好的包间 我们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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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定在KTV 那就去红外山吧 你不是说约了几个兄弟过去吗 我在红外山那边有会员 什么大声 好好好 我都听你的 来来来来 对 哟 摩龙哥 这就是你说的女婿吗 身体不错吗 我不是 啊害羞 我婶子给我介绍的 你看看 身材好丑的一跳呢 我终于走了吗 我婶子肯说了 你是我的女人了 好好听点话 喝喝酒 可可 我跟你听着 听着 啊 哎 哎 我坐来 坐大了 喝一个 喝一个吗 拿着拿着喝一个 先坐大了 啊 啊 报警 好好好 那就让警察过来看看 不是 没有吗 我妈这 给你不要你的玩意啊 给我按住他 哎呐 谁啊哪个不长眼玩意啊 赶快老子 兄弟啊 我跟你好像也没有什么仇吧 你如果是为了这个女人脑袋 我可以把这个女人分你一半 大家一起好好翻 啊 我腻了吧 我的女人你也敢动 少爷 再把松手就吹人命了 啊 啊 这几个人交给你了 进 Eloy 那几个人 好 是 是 温惜 温惜 你先想 昨天那位女士怎么样 那位女士并没有答案 只是受了点惊吓 应该很快就能醒过来 陆星海 怎么是你啊 不是我是谁 不然呢 以为是你旧情夫婿周然 昨天你怎么会在 我的电话吗 陆先生谢谢你啊 谢我 谢我可是需要诚意的 嗯 我头有点晕 我先走了 先生 你昨天的伤口需要处理一下吗 你受伤了 别多想了 跟你无关 哦 这里 都不知道关心一下 陆星海 陆星海 谢谢你救了我 只是 你有了莫书语 你说什么 我马上过来 西西你来了 妈妈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了 之前不是好多了吗 怎么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 西西 是妈没用 护不住 以后 若是欧和欺负你 你就去找 沐江德 妈妈你不要说了 你不会有事的 我我现在就去求母夫人 我就说她放了你 哎你不要去我西 以后 你自己照顾好自己 我累了 我要睡一会儿 三零二那个 便忙那个女人好像快不行了 现在连呼吸机都用上 还真是奇怪 前段时间不还活蹦乱跳 直毛衣吗 不就是个善病吗 怎么快恢复了 都这样啊 本来都已经快恢复了 听说换了药 又停了一期治疗 就变成这样了 你还敢反抗 让陆星涵救了你 我遇见陆星涵那是意外 以后不会了 不然 求你给我妈会服用药 尊敬酒 陆总 请问你此事回国 已正式接受陆氏真正的本项目 真正的本项目已正式啟用 不知道什么时候上市能给大家见面 陆总 听说你的太太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不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能举行婚礼 婚礼 自然是听她的 我们还想自由恋爱一段时间 并不着急 但举行婚礼的时候 一定要请住家媒体过来参加 我和莫小姐还有事情要做 今天的采访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 书云 你怎么在这里 今天陪一个朋友参加朋友的生日 就在三楼 正好今天有空 我就陪他过来了 我正准备去找你 爷爷说晚上有一个家宴 你忙完就过来吧 好 书云 我可想死你了 你不认识我了吗书云 我是江旭啊 沐书云居然跟江旭 我不是书云 你是温惜 书云 书云 你知不知道温惜来陆家了 这是个陷阱 自落下去就输了 书云 书云啊 没想到你对下棋研究的这么深 刚才我这步棋 一般人可是看不出来呀 我查的资料里 怎么就没说过莫书云学过题 哎温惜 你还好大的胆子呀 竟然假扮我的样子跟沁涵见面 那不是被我知道了 我还蒙在骨子里呢 快说你以前是不是也这样做过 你是怎么知道的 江旭告诉你的吧 你和江旭的关系倒是不错 路青涵知道吗 什么江旭不江旭的 我再跟你說話你胡說什麼 敢假扮我的樣子思慧清寒 看我不跟你好看 我告訴你 你的媽媽還在醫院裡 還在我的手 你的媽媽還在醫院裡 還在我的手 弄疏語你放開 我告訴你 如果你要讓我的媽媽有一點事情 我保證 整個木匠和整個北城的媒體 都會知道這些事情的真相 我要讓他們知道 我是怎麼失去一個孩子 你 是怎麼讓我爬上了陸清漢的床的 你瞎說什麼呀 溫溪 你的媽媽好好的 溫溪 你答應過我的 這些事情不能說出去的 你的媽媽腎臟也混了 錢也是我和我媽出的 這份恩情你得記得 我當然記得 我在沐家八年 沐小姐和沐夫人的恩情 我都記得清清楚楚 我知道 溫溪 你可能是不小心來到這了吧 我們趕緊把一份換了吧 明天我安排你和你媽見個面 你們在幹什麼 你們在幹什麼 啊 我們 我來給沐小姐送東西 剛剛送完 正準備離開呢 對對對 是這樣的 那既然來了 就一起吧 我聽到 清漢 肚子裡面的保護動了 難受 你身體要是不舒服的話 我給你把家庭醫生叫過來給你看看 瑞宇啊 哪裡不舒服啊 沒什麼 就是懷孕的自然反應 沒有什麼胃口 清 怎么啦 好好地吃一顿晚宴 不来就发脾气了 这脾气可得改一改了 未来你是要追陆家烧奶奶的人 你戏不听话了 妈 今晚宴怎么样了 我就给她停了两天的药物 她就撑不住我 现在每天都喝女人了 之前雲西来求过我给她药费 我没答应 妈妈 今晚宴你可别弄死了 雲西这个小贱人 真要是发起风来 我们谁也控制不住 你说得对啊 是我考虑不周了 之前还想威胁她来着 没想到她竟然敢反抗 我心里不然咋要给她虚伤 一会儿我开车送你回去 孙女啊你先去车上 我一会儿找你 温馨 徐卓然你放下 再这样我报警了 为什么 你以前不会这么跟我说话 徐医生 你和你女朋友很般配 老财也礼貌 我祝福你 祝我们 我们已经封守了 你又不用问你 是啊 徐医生 我的女朋友 就不劳你操心了吧 写机上 走吧 亲爱的 我的车就在那边 在这儿 陆总 你怎么见了我哥 跟老鼠见了猫似的 哎温馨 我帮了你这么大一个忙啊 你答应有个条件不过分吧 什么事啊 明天我的生日聚会 你可以一定要来啊 四哥 你帮我把温馨先送回去呗 上车 我就先走了 你涂舍的为他等待 我看我还是打车吧 温馨 你真的是好手段呀 我不知道陆先生在说什么 陆先生请自重 你勾引我的手怎么不自重 自重这两个字从你嘴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听了那么的讽刺 刚才还和两个男人聊了话话 现在在我面前装矜持 我跟徐卓然已经分手了 意外遇见了 而且他也已经有女朋友了 温馨 告诉你 离我弟弟远一点 套其他好门子弟我不管 但是情思也不可以 啊 啊 你说秦四眼啊 那够有你行吗 凭什么安排我你凭什么指使我 你让我跟徐医生分手 利用他的工作来威胁我 我认了 你凭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插手我的生活我的世界 我一直以为你并没有我所插带的那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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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走 弟弟真是快乐 谢谢哥 谢谢 谢谢 师傅 grip 爹 我们女方那个女優пер也来了 不传练的贱人勾引情少 估计啊情少被她给骗了 这个女佣啊 手段了得 你看看 她身边做的可是情少 还不知道用什么手段 够一起去 你们有所不知 这个女佣从小就书语一起长大 手段了不多 听说上高中的时候 你下次可以看好几个男朋友 那个时候好像就逗不太了 书语 那关系真的逗不太了 哎呀 别人家的私生活 我们就不要讨论了吧 这玩意太有关系 等着我们一会儿给他好看 来给我给我一张 来这是你的温馨 你们的这些游戏我并不想参与 哎呀玩嘛玩嘛一起玩更新嘛 你不玩我们没法继续 就是啊 玩吧 呦是红桃呀 运气挺好的嘛 红桃怎么了 啊我们这个游戏 牌里面一共有四十张牌 里面有两张红桃 抽到红桃的呢 千万两分钟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规则 我不想玩 哈 你不是想反悔吧 没事 多了吧 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座的各位 哪一个不是有权有势的 你一个小女佣 你还挑上了 对啊威胁 我不吃亏的 开牌吧 来来来来开牌开牌 让我看看 这谁这么倒霉 要跟女佣吞吞吞 哎 丁少不会是你吧 我都是选啊 可是老天不给我这个运气 哎 那还有谁没开啊 我哥那呢 他没开 就当开玩笑 算了 算了怎么能算了 刚开始玩的时候不是说好的吗 别扫兴啊 出来玩就是玩的是个自己 谨 British 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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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真的一个人夫妻 我喝酒 书语 赫少对你也太好了 我就知道 谁愿意和一个女佣情磊呀 想想就恶心 不够掉价的 这个小巴龙 听说他五岁黑病 谁知道他筛说三个代病毒啊 哎来来来 好我们现在就剩一张红桃了 谁抽到这张红桃 就选择真心话或者是喝酒 连喝三杯来温惜你先抽 呀温惜你是红桃啊 我喝酒 我记得喝啊那可不行 输了就是输了 玩不起可以选择真心话呀 来思思你问 温惜我听说多果胎 是真的吗 嗯 多管谁的孩子呀 哦 我听说多果胎 是真的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是不是睡过的男人太多 连孩子的父亲都不知道是谁的呢 真不要脸 是你之前的学长 老师 哎就是可惜这条小生命了 你也太没良心了吧 别喝了温惜 温惜 你第一次给了谁呀 第一次给的 他就是 是里面 during a day 温惜 你喝多了我送你回去 苞小姐 你为什么要让我回去我没有醉 你怎么了 You're not better 温惜 我们从小就认识了 trav沒 我送你回去 我沒睡 為什麼要讓我回去啊 第一次 第一次給的人 他就在這個屋子裡 他他是 他是 他喝多了 我先送他回去 那我送他回去 四哥我送他回去 我送他回去 都怪你玩什麼真心話當冒險啊 什麼都那麼好 沒有喝醉 路心啊 是陸青涵 陸青涵 我的超男人 文芊 你告訴我 你的第一次到底給了誰啊 第一次 我 只讓這淡雨卻沒落下 只讓你看不見我臉上的掙扎 都結束吧 說心裡話 那個最自私的身體嗎 能過這些 讓你查就查 我還有 莫淑儀的資料也給我查一個 都快走吧 我晚點就回家 郭哥 果然不出現資料 之前查到的資料 都是被人特意修改過的 最近酒店是查的嗎 那層樓的健康 都被親吾的 但是我們查到了 沐小姐 馮小姐 同時進入酒店的 嗯 季寒 今天怎麼有空約我出來了 就是突然想你懷孕這麼久 我還沒帶你去做過一次產檢 今天帶你去做一次產檢 啊 不用了 我上週剛做完 去路是自己的醫院 媽 去廣播 然後 去讀 媽 由 你 說 我 你 就是 我 你 你 我 我 我和欧和 和沐江德 我也和我自己 行过之夜 沐江德 你可知道 对你说的也起的 不是欧和 而是我 我要把我的女儿 跟欧和的女儿换掉 欧和 你赢了我一辈子 那就你来帮我一个女儿吧 这不可能 我的亲生父亲竟然是 沐江德 我怎么可能是欧和的孩子 不是 我要把我的女儿 跟欧和的女儿换掉 欧和 你赢了我一辈子 那就你来帮我一个女儿吧 我要我的女儿 对你从爱去长大 你的女儿 一辈子受苦受罪 小夕 你怎么突然过来了 没事 就是过来看看 你怎么了 是夫人欺负你了吗 小夕啊 咱们毕竟在问家 是沐树语欺负的我 书语 怎么会呢 书语这孩子 一直都很善良的 你啊 就性格太倔强了 你跟他道个歉 妈 我是你的女儿吗 你为什么都不问发生了什么 就一定是我的错呢 你 你 你这孩子 说什么傻话呀 你 我要去工作了 你去休息 哎 你 抱歉 您和江女士的亲子监定结果显示 你们不是母女关系 孩子已经暴露了 如果让陆星函知道了四季酒店也不是我 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 我能承认 沐树语 你好大的胆子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 四季酒店那天晚上 我床上的女人到底是不是你 四季酒店那天晚上 我床上的女人到底是不是你 亲爱 你相信我 那天晚上的人是我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 天涵 我真的没有骗你 这个孩子是温惜 温惜他嫉妒我和你在一起 然后找人误入我 我不敢告诉你 就是怕你会嫌弃我 跟温惜在一起 只要将文艳在我手里 温惜就永远不可能生出真相 你 都知道了 温惜 你不要怪妈妈 妈妈对你有愧啊 你确实 不是我的亲生女儿 妈妈也真是糊涂啊 当年 我看着沐江德 一直陪在欧和身边 他对欧和 无畏不知的照顾 看着欧和 进高级厂房代产 我 我嫉妒 我难受啊 于是我 于是你就把我和穆树语调换 猴总的属于我的人生 希西 你不要怪妈妈 不要怪 是我的错 我的错 跟树语没有关系 你 你到现在还只想着穆树语 从小到大 我被穆树语欺负的时候 你从来不问对错 逼着我向他道歉 无论他怎么对你 你都会想尽办法把好吃的好玩的都留给他 我今天就问你一句 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过你的女儿对待 你 是欧和的女儿 好 从今天开始 你我的母女缘分 到此为止 你跟我再也没有任何关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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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总 你相信穆小姐说的话吗 陆总 是温小姐 我想说世界万物一切都不及你 你 一切都不及你 温戏 一场波的风 温戏 温戏 没什么大事 就受了点惊吓 不过 温小姐最近应该做过痘胎手术 情况不是太好 身体亏碰的厉害 我听说你痘过胎 是真的吗 嗯 痘过 谁的孩子呀 不知道 你调查的资料里面 为什么没有温戏最近堕胎的信息 这些资料都是特意调查的 没有受风消息的 她一个庸人 谁会特意去隐藏她的信息 三天 给你三天时间 我要一份真实的资料 这是哪啊 温小姐是陆总带你回来的 你已经婚名翻天了 弄藥 端藥 谁投意端藥的 等着我现在就过来 哎不想你 哎哎 细细 你终于来了 自己停药 不就是逼着我过来吗 你的命就这么不值钱吗 希希 妈妈 我 我不是有意要为难你的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 我就是想看看 你还能做到什么地步 自从你患上了身病之后 我没有一天好过 我做梦都想着 努力赚钱给你治病 我一天打四份工 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你那高昂的手术费 我做梦都想你活着 我甚至愿意把我的肾赡给你 我以为你是我的全世界 我以为 你是我这世界上唯一的亲人 对不起 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你的认错我不介绍 你的认错我不介绍 你知道你那几十万的手术费是怎么凑来的吗 是你的好女儿 穆书宇 她逼着我出卖自己的身体 胁迫我 背弓屈膝求来的 可是你呢 可以在这里 不吃 不喝 不吃药 遭见自己的肾脏来威胁我 希希 你你就恨我吧 你就这样恨我吧 我知道都是我的错 是我 改变了你们两个人 你就这么把自己的命如此轻贱吗 你可曾想过 我当初为了你能多活一天 我拼尽了全力 希希 我知道是我对不起你 我以后都不会打扰你了 但是 看在我把你养大的份上 能不能 能不能在最后求你一件事 你能不能 不要拆穿书宇 我求求你了 书宇她不能离开穆家 你现在已经过得很好了 书宇离开了穆家 她没有独自生存的能力 她这样的性格 在外面她会吃亏 她会过不下去的 你叫我过来 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些 还有书宇喜欢陆总 听欧和说 你一直跟她纠缠不清 你能不能离她远一点 书宇她更喜欢陆总 就到我求求你了 你把她让回书宇吧 这样我死 我死我也安心了 江女士 恐怕是不能如愿了吧 陆少尼 温小姐 你可骗得我好惨 温小姐前不久 确实失去过一个孩子 是在一个小诊所 被牧夫人强制落胎 我们找到了 做手术的医生 按照月份 那个被打掉的孩子应该是 温小姐 你可骗得我好惨 我和沐淑宇的婚约 一定会结束 陆总我求求你 你不能解除婚约 书宇她是个好孩子 你可不能辜负她 够了 温小姐 现在你该给我一个交代了吧 走吧 你放心吧 我不会说出去 我是欧和女儿的 但不是因为 别轻易 我更讨厌她 还有沐江德 沐江德 是我见过最最伪善的人 我巴不得他们一家人 相亲相爱说是一辈子 现在我嗅到沐家的口气 都会让我觉得恶心 希希 很痛苦吧 是吗 失去孩子的感觉 有些黑暗 我们 对不起 怪我发现了 真的太迟了 舒语 你不是身体不舒服吗 怎么和陆少姑来了呀 沐夫人 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认识了 她不是木树 温希啊 这两个孩子长得太像了 我一时认错了 是不是认错 沐夫人心里比谁都清楚 今天叫二位过来呢 是因为有一件事情 要和她结束 我和沐淑宇的婚约 取消 陆总 你就是不想负责了吗 我们树语肚子里 怀的可是你的孩子 你现在取消婚约 是不是对陆家的名声 让我做 既然沐夫人提起了这件事 正好 我有一件事情 要和大家说 沐淑宇 沐淑宇 附中的孩子 是不是我的 想必二位 心中也没有一个 确定的答案 诺少 说这种话 什么意思 放心 我会有书与做主的 我会在 有時候強迫我們家屬油 讓他懷有生命 屬油的這個孩子可吃不少果 你竟然還這樣污衊他 請猜生 這麼污衊他 請猜生了 請他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各位請看 屬野應該真好看 姜勳討厭 你弄疼我了 那我的好女兒 郭總 這是不是有什麼誤會啊 我們書語只是一時糊塗 但是 那是肚子裡還是真的是你的 牧夫人還真是不見棺材不落淚 想要這樣的資料我還有很多 夠解除婚約了嗎 和牧師集團的所有合作全部取消 怎麼不接啊 接 阿絮 怎麼辦啊 我跟你的事情好像被陸仙函發現了 現在要跟我退婚了 有什麼怎麼辦的 說跟我又有什麼關係 現在陸仙函退婚 你就想撇錢關係了 江旭 你怎麼能這樣啊 你你有病嗎 你可別瞎說 我沒說過這種話 老爺 老爺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我沒有說過這種話 可求求你了 以後你就去非洲發展吧 正好非洲全人手 今晚夜就動身 你來處理吧 老爺 老爺 你來處理吧 你叫出來的好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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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叫出來讓我丟著這張老臉 你叫出來的好女兒 從就當初娶了你 放去江碗宴 你什麼意思沐江德 你現在露出狐狸尾巴了 你一直都沒有放你江碗宴 你可別忘了 你是靠著我的娘家才慢慢起來的 閉嘴 怎麼 你現在知道丟人了 你就是一個吃晚飯的 我就是後悔了 如果當初我選了江碗宴 現在的一切都不一樣 我會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 為了掀出的妻子 和善人的女兒 哼 媽媽 這件事怎麼了 媽秋雨 我真的只有你了 這才真是開始了 他們害死了我和溫習的孩子 怎麼可能這麼輕易放得到 溫習在他們夫妻手裡面受了太多苦 她可以不激情 但是我一定會幫她躺回來 我一定會幫她躺回來 墓宴那邊的計劃按照經濟 那實際成功說 再告訴我我們一切真相 幹什麼 哎 開門 你怎麼會讓我帶我帶我去哪兒啊 身份證帶了嗎 帶了 溫習 你願意一輩子陪著我嗎 我本來想想你一趟的 但你慢慢接受我再結婚 但是我忍不了了 溫習 我想你做我的陸太太 你願意嗎 我願意 怎麼了 怎麼了 你這次幹什麼 我就想知道 這是不是個命 不是嗎 我真的 我愛你陸太太 陸青海 你知道嗎 我們第一次相遇的時候 不再想 你這麼一個優秀的男人 估計不會多看我 也許 我們根本就不會想你 我們還是想你 還一起經歷了那麼多的事 溫習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相遇嗎 是在牟家 當時你端著一杯茶水 差點燙到我 我當時還覺得呀 你這個女優 怎麼分手分腳 但彷彿又很熟悉 我知道 我說這些話仿佛是搭訕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不是第一次見面 也許是前世 前世你可能就是我的妻子 陸青海 如果我騙了你 你會不會生氣 不會 溫習 我不會對你生氣 其實我們第一次見面 是在四季酒店 那一晚你被下了藥 跟你在一起 我不是沐淑 而是你 對不起 我現在才告訴我 你為什麼現在才告訴我 你當時 你說的不知道 是因為我呀 好 是應該沒用 你知道嗎 沒有 是我 我當時 在提婚宴去求見了張婉燕 我擔心我的媽媽 就一直被威脅 一直被威脅 一直被威脅 那當時在訂婚宴上 是你還是是我 我自己說說話 其實這些事情我本來一輩子都不想說的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這些事情聽起來是光頭齊了 我代替幕術員 你們訂婚宴那天 幕術員不免的沒有辦法 偶和讓我當親身 想問問自己的心啊 我選婚宴 我選婚宴 我給你訂婚是我從未設想過的事情 我在想 我只要能站在你身邊 這就是我公主 這個幕 我想多做一個 他用莫朱宇的名義跟你訂婚 不過親愛 那天 是我最開心的一天 我再開了燈的雙頭下 即使新年不是我 至少 真正是一天對那個人 是不是 當初也不想讓別人 看自己的笑話 如果你後悔了 明證據就在身後 溫溪 請你永遠做我的陸太太 請問 溫溪 我不在乎你騙不騙我 我恨的是 幕術員的計劃太周密 你倆長得太像 我當時沒有發現 如果發現的話 我們倆早就在一起了 我愛你溫溪 你是我的唯一 親愛 你騙我 我要罰你 我會給你一張更盛大的婚禮 你不生氣嗎 不生氣我騙了你嗎 我很開心 因為我愛的人 和第一次救婚 都是有命運 嗯 我那結婚 你大媽知道呢 嗯 我的婚禮 我愛的人 都有我自己做出 這次你不要多想了 交給我來處理 好 你 你 永远打过 妈我找了你好久 你怎么在这啊跟我回家 是我的女儿 是我的女儿 我是你的女儿呀妈 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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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在哪儿 我呀 今天是温惜的婚礼 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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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惜你订婚的时候 没能以自己的身份站在我身边 现在我们的婚礼 已即将成为我卢秦涵的老婆 以自己的身份 你怎么了 怀孕 你怀孕啊 已经三个月了 离开之后 你曾离成 你那么大胆 使我转转反侧 就像战斗旅行不停颠簸 二二 就 你